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玩猜人物 中午好 欢迎进入猜人物 你需要根据我给出的某个人物的相关提示 来猜出他的名字 这次我直接给你出题 我们开始游戏吧 请通过三次提示猜出某个人物的名字 每给一次提示可以回答一次 这是一个娱乐明星 下面请听提示 他主持节目时经常大笑的形象 被大家熟知 谢娜 厉害哦 答对了 答案就是谢娜 谢娜是湖南卫视快乐家族的一员 她有著名歌曲 波罗波罗蜜 我们继续下一题 这是一个历史名人 下面请听提示 他是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老子 不正确 回答错误的时候 我会直接给出下一个提示 你接着答题就好了 我们继续 他曾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 庄子 厉害哦 答对了 正确答案就是庄周 我们继续下一题 这是一个历史名人 下面请听提示 他是背后人称为武圣的古代武将 关于 错了 他曾在受伤后刮骨疗伤 那不就是关于吗 关于茶 关于 厉害哦 答对了 正确答案就是关于 我们继续下一题 这是一个动漫人物 下面请听提示 他是六道仙人词子 阿修罗转世 不知道 那我们继续听下一个提示 他第一个自创的眼术是自由之术 我没看过这玩意儿 不正确 他的梦想是成为火影 火影忍者 不对 提示都已经给出 我要揭晓答案了 正确答案是悬梧名人 你可以随时挑选题目类型进行游戏 比如对我说 我要看历史人物 还要继续游戏吗 继续 再玩一题 我们继续下一题 这是一个娱乐明星 下面请听提示 他是国民综艺节目奔跑吧的常驻嘉宾 邓超 厉害哦 答对了 答案就是邓超 邓超是变日拙心中的孙小峰 他和妻子孙丽 被称为模范夫妻 我们继续下一题 这是一个历史名人 学校的同学 下面请在 退出 这个模范夫妻是不是 在那个什么慈善晚会上的 一分钱不冤 然后去吃了一顿饭 回来的这个模范夫妻 是不是这俩人 好 现在我切换成手机录片 来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用手机来玩天猫精灵 先充电 先充电 不充电输不了 先充电 然后呢 我们现在 这个软件呢 你不用下载什么的 我们直接在微信上就可以 在微信上打开就可以 然后我们先打开微信 然后点击 发现 然后点击小程序 直接在上面搜索天猫精灵 然后他有一个天猫 精灵黑科技 直接打开就可以 打开之后 我们就进入了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点击 上面有一个 你想我猜 我们直接点开他 他是可以猜人物 猜影视剧 猜动物 我们 首先猜人物 我先说一下 我猜的答案 我要打算猜皇帝 这个皇帝并不是那个 你是皇帝 你也来 别人偶然的 伤悲不是你的 对 不是这种皇帝 当然 也不会是 那个 只要你可以来一趟 就是对我的补偿 我什么都能原谅 不再翻旧帐 做个花瓶 被关上 当个中午被娟阳 而我要为我一块汤 我就能入院一场 如果你是我的皇上 皇上迹象 我会是你后宫的 第几个娘娘 今夜为你来暖窗 留的那个温柔香 依偎在你怀抱胸膛 避随喜悦阳 我唯一的皇上 皇上记忆想 得到你的恩宠 是我唯一的愿望 多想回到你身旁 九梦从未到天亮 别让我的痴情 别妄想 当然也不是这种 更不是 金瓦金卵殿 皇上看不见 一招出了我门口 一个名字两只 金瓦金卵殿 皇上不坐殿 一招出了金门口 百姓的事 千者找三皇五帝 对 就是这个三皇五帝 说的是这个皇帝 这个皇帝 也许大家 在历史开词上 都听说过 中华开国五千年 神州群员自古传 制造指南车 群里吃油乱 世界为名 唯有我先 这个群员皇帝 我们就现在 就直接来玩了 先猜皇帝 我们的人物是皇帝 我们已经猜的影视剧 是十二生肖传奇 是很早的一部电视剧 十二生肖传奇 应该是2011年的电视剧 然后猜动物 我们就猜十二生肖 鼠女虎 兔龙伤马 羊虎鸡狗猪娃娃 这十二个动物 也十二生肖 我们一个人来 先猜人物 猜皇帝 他是不是女的 他是不是娱乐圈的艺人 他是不是出生于中国那地 对 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对死了 他是不是封建王朝 他这个封建王朝是啥意思呀 是指的以前都叫封建王朝呀 还是指的有皇帝 有官员那个 他叫封建王朝呀 不知道吧 他那个是属于上古时期 是不是出自于斯坦民主 那不是 他是不是从事 从事政治相关工作 哎呀 这个不知道 他是不是结过婚 他有老婆 我不知道有没有结婚 他那个时候应该没有去民营政局登记吧 不知道他是不是唐朝 不是唐朝 他是不是虚拟的 他这个人 半真半假的 其实算不太虚拟的 算吧 算虚拟的吧 他是不是反派 嗯 不是反派 他是不是来自于小说 不是 他是不是认识我 不认识我 他是不是神话人物 算一个神话人物 挺神的 他是不是和别人相爱了 那我啥知道 他是不是神仙 他不是神仙 他是不是武将 他不是武将 他是不是动画人物 不是动画人物 他是不是文学家 不是 他是不是国家的一把手 曾经是国家的一把手 也算吧 哎哟 我的天哪 这怎么都猜出来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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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他 再玩一次 我们来玩 看影视剧 十爱生肖传奇 十爱生肖传奇 大家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 这是电视剧很老的 2011年的吧 上映的 那时候就是 他的主题曲我还记得 十爱生肖 童言一台气 百味人生 酝酿 一个主题 子俗宠 有银虎 卯兔 成龙四十五马 我一样 是以后有几须狗 害猪 四肢随随 翻烟 万代永续 人发地 地发天 天发刀 刀发子 人 人发地 地发天 这个世界有了刀发 才能有归军 我们来猜吧 他是电视剧吗 对 电视剧 他是 他有在 近三年上映或播放吗 那不是 很早了 他是国有的作品吗 对 他 穿中国古代的服装吗 穿 他有多记 或多个系列吗 没有 他就是一部 他是改变的小说吗 不是 他有历史人物 作为原型吗 有吧 他有政治相关吗 没有 幽默古怪的都是 他不是改革开放之前吗 那肯定是 他是清朝吗 不是 他是唐朝吗 不是 他是讲医生的故事吗 不是 他是后宫公路片吗 不是 他是宁静出演的吗 不是 他是汉朝吗 不是 他有皇帝这个角色吗 这个皇呀 那应该 他应该不算吧 不知道 他是上个世纪出品的吗 那不是 他是春秋战国的吗 不是 不是 他有念缘 没有 没有念缘 他的主角是富家子弟吗 不是富家子弟 大名公司 太错了 都没有 很冷美 电视剧 我给填一下 给他补局一下 这个大数据 提交 开动物 我们知道 实在上要就是属女虎 吐龙山马 羊虎鸡狗猪娃 子属丑牛 银狐猫 兔成龙四杀 五马 喂羊 谁后有鸡虚狗 害猪 猪猪 猪猪飞被留下 无数传奇 我是谁 谁谁是你 他费他 你费你 我是谁 谁是你 你扮我 我演你 翻一翻 十二生肖 就能找到 你自己 十二生肖 走成一个米 打迁世界 对于一个条例 我来试 首先是 子属 他有四条腿吗 有四条腿 你是不是可以买着他 你买他干啥玩意 他是不是很凶吗 不凶吗 他是毛茸茸茸的吗 对毛茸茸茸的 他颜色是黑白的吗 也对 有黑有白 他是不是喜欢奔跑 对 他是不是比微博路大 那没有 人是不是很讨厌他 人是不是很讨厌他 那是 相当讨厌 猫是不是喜欢追他 对 是 老鼠 猜对了 然后猜牛 猜牛 他有四条腿吗 对 你是不是可以买到他 可以买 他是狗的一种吗 他不是狗 他是猫吗 他也不是猫 他是不是比微博路大 对 他头上有脚吗 有 他的颜色是白色的吗 他有白色的 他是毛茸茸的吗 你应该也是 牛仔能使用他吗 牛仔应该骑马吧 应该 他能使用他吗 没说牛仔不能骑牛呀 他想骑谁能管他呀 他就不知道 他可以作为 就可以吃嘛 可以吃 吃牛肉嘛 古代不能吃 现在能吃 他可以动了 当然能动了 人们可以用他来搬运东西吗 可以搬运东西 他是不是很大 对 他是实际肉动物吗 不是他吃草 他可以变色吗 变色 不能 人能骑在上面吗 能骑造成能骑谁骑牛呀 倒是也能骑 是吧 不骑他有个犯法 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很重 对 这都能猜出来了 你好厉害 然后 所以说丑牛 银虎 虎 他是四条腿吗 对 你开门买到他吧 你不能买 犯法的 他是不是很凶猛 对 你的动物原来能见到他吗 能 他身上有花纹 没有啊 有 他有人一片吗 没有 他有脸吗 当然谁又 谁不要脸呀 都有脸 他的动作是不是很慢 撒单了吗 快的 快多了 嗯 这么快呀 太对了 然后下一个 丑牛 银虎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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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四条腿吗 对 你是不是可以买到他 可以买 他是狗的一种吗 他不是狗 怎么老问这个问题 他是猫 还是动物吗 他也不是 他是不是 来短信了 他是不是比微博楼大 他应该没有微博楼大 应该没有 他是猫猫猫的吗 对 他是不是吃草 吃草 哎呀 这也答对了 再玩一次 然后是 一群猫猫 成龙 成龙 他是四条腿吗 他是找的 他不是腿 他没腿 他有腿吗 他没腿 他甚至坐在海里吗 是 他是不是比微博楼大 对 他是不是很凶吗 对 是不是大家都喜欢他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 哎呀 他不是吧 龙应该是 暖身动物吧 应该 应该不是 他是鱼的一种吗 他不是鱼 他有尾巴吗 有尾巴 他有鳞片吗 有鳞片 他是住在森林的吗 他不是住在森林 他会飞吗 会飞 他的颜色是黑白的吗 龙应该是金黄色的吧 不是黑白的吧 猫是不是喜欢追他 猫不追他 龙 啊 他动过 成龙四十 四十 他是有四条腿吗 他没腿 他有腿吗 他没腿 他住在海里吗 他不住在海里 他是不是很危险 是 他有眼睛吗 有眼睛 他是鱼的一种吗 他不是鱼 他是不是比微薄楼大 这个 把蛇塞进 微薄楼里 应该能塞进去 他不是比微薄楼大 有不是 有人卖他吗 应该没有吧 我不确定 不知道 他会咬人吗 会咬 你是不是可以买到他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很大 他不大 他是鸟的一种吗 他不是鸟 他可以造为人类的宠物吗 有毒的不能行吧 但是我不确定 不知道 他是猫可动物吗 他不是猫 他有宽脚掌吗 没有 他是不是有蹄子 没有 蛇 太对了 再玩一个 呃 四十 五马 五马 他有四条银吗 有 你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买到他 可以 他是狗的一种吗 咱们老问这个问题 他不是狗 他是猫吗 他也不是猫 是不是比微薄楼大 对 他头上有脚吗 马 没有脚 他是不是 是不是比较懒 他不懒 他能作为交通工具吗 可以 他是不是跑得很快 那对 他是不是经常出现在草地上 对 他能 端端孔挖掘或者端端孔吗 他不能 马 哦 才对了 我带玩一个 呃 十年生肖目前都对 五马 五一羊 他有四条腿吗 有 你是不是可以买到他 可以买 他是狗的一种吗 下个问题肯定是 他是猫咖动物吗 对不对 你看 都不是 他是不是比微薄楼大 那是比微薄楼大 他头上有脚吗 有脚 他是摆在的吗 是摆在的 他是毛组楼的吗 是毛组楼的 牛仔能谁用他吗 我不知道 他能吃吗 能吃 他可以动吗 能动 人们可以用他搬运东西吗 我不知道 他是食草动物吗 是 他能作为人类的宠物吗 可以 他是不是很小 他不小 他是不是纯种的狗 他不是狗 怎么可能是纯种的狗呢 他是不是很高 算高吧 不知道 他是不是摸起来很温暖 对 他是不是有很长的脖子 他没脖子吧 有也不长 他是不是性格温顺 对 绵羊 太对了 再玩一个 马尾羊 献猴 这可能难了 他有四条腿吗 有四条腿 你可以买到他们 猴子不能买的 哎 还不对 应该有耍猴子 可能能买 不知道 他是不是比微薄楼大 哎呀 我也没养过猴子 不知道呀 那就法 不知道 他是毛育中的吗 对 他是食草动物吗 我也不知道他吃啥呀 他吃桃啊 不知道 他是狗的一种吗 他不是狗 他是生活在树上吗 他可以生活在树上 他是不是比较懒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比鸡重 他应该比鸡重吧 他能表演吗 能表演 他是不是经常晚上的出来觅食 我没养过他不知道呀 不知道 他可以动吗 能动 猴子 才对了 然后 再玩一次 猴猴有鸡 有鸡 他有四条腿吗 鸡有两条腿 他有腿吗 他有腿 他有翅膀吗 他有翅膀 他是鸟的一种吗 我不知道 他算不算鸟 你可以买到他吗 可以买 他是可以游泳吗 我不知道 他是昆虫的一种吗 他不是昆虫 他能 他是不是一般在水的附近生活 不是 他可以发出声音吗 可以 他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吗 啥工具 交通工具吗 还是下单的工具呀 没说清楚 那就不知道 他生活在树上吗 不生活在树上 他是不是有蹄子 他那个应该算鸡爪子 不算鸡爪子 不算鸡铁爪子 那就有缝 他通常是绿色的嘛 谁进行这种台一身绿 你以为他是林平如吗 它是源于欧洲的嘛 中国以前就有吧 不是欧洲的吧 你就缝 他的颜色是绿色吗 不是 鸡 才对了 再玩一次 目前都对了 还有虚狗害猪 虚狗 它有四条腿吗 有四条腿 你是不是可以买到它 可以 它是狗的一种吗 这它真是 它是不是一般在水的附近生活 那不是 它可以被警察使用吗 可以 它是不是比微包炉大 这个东西有大有小呀 那就不知道 它是不是很凶吗 它有的凶吗 有的不凶吗 那就不知道 它是不是绿色的吗 怎么老问这个问题 它不是绿色的 它是非多草原上的生物吗 不是 答对了 最后一个问题了 还有猪 它有四条腿吗 你是不是可以买到它 可以买 它是狗的一种吗 它不是狗 它是猫吗 它也不是猫 它是不是比微包炉大 那是比微包炉大 它头上有脚吗 猪没有脚 它是不是比较懒 对 它可以吃吗 可以吃 才对了 好 这样的话 目前来说 这个猜人物 是猜皇帝猜出来了 猜影视剧 猜这个 世代生肖传奇 没有猜 没有猜出来了 猜动物的话 世代生肖全都猜出来了 我们现在再玩 再玩一局 再玩一局就不完了 首先我们猜人物 我先说一下 猜人物 我猜的是 情深深 雨某某里面的杜飞 猜影视剧 肯定就是情深 猜动物 想到就是杜飞 有一局去 一闹 救猫 我们就猜猫 世代生肖里面 正好没有猫 猜一下 我们先猜人物 猜杜飞 猜一下 它是不是女的 它是男的 它是不是予了缺点艺人 它不是艺人 它是不是出生于中国内地 对 它是不是已经死了 它没死 它是不是结过婚 它最后结没结婚 想不到了 那就不知道 它是不是从事工业 或者商业 不对 它是记者 那就错 它是不是认识我 它不认识我 它是不是读过大学 没印象 不知道 它是不是从事体育相关的工作 不是 它是不是虚拟的 是 它是不是来自于小说 对 它是不是曾和某个男人相爱过 它是男的好吧 那放 它是不是来自于网络小说 不是 它是不是出自于四大名著 不是 它是不是封建王朝 不是 它的武功是不是高强 它就是个废材 它是不是还在上学 它不上学 它是不是杀过敌人 它没杀过敌人 它是不是动画人物 它也不是动画人物 它是不是已婚状态 我不知道 sorry 这是一个我不能说的神秘大咖 你猜错了 肯定猜错了呀 看来都没有 看来这个人 这个人还比较冷明吗 还是说 我回答的 我知道的知识太少了 你不管它 这个它影视剧 情深有没有吗 它是电视剧吗 是 它是 它有在最近三年上映过吗 它是在最近三年上映的吗 不是 它是很久很久了 估计得有二十年了 它是国语的 剥品吗 对 它是穿中国古代的服装吗 它穿的是民营国的 那属于近代吧 不属于古代 1840年之后属于近代 1949年之后属于现代 所以说 这应该是 应该不是古代 好 它是发生在 现代都市里的故事吗 不是不是 它是改变的小说吗 是 它这是改革开放之前吗 是 它有历史人物作为绝赛吗 历史人物 应该是没有 我想到 我想到是没有 没有什么历史人物 都是编的 它什么历史背景 是民国吗 是 它是由近东出现的吗 不是 它悬疑吗 悬疑 不是不悬疑 它有共产党员吗 没有吧 没说过呀 我就不知道 它是上个世纪出品的吗 上个世纪 它应该是001年后 前后 也可能上个世纪 也可能不是 那就不知道 它是台湾的作品吗 它是台湾 它属于合资的吧 那就不知道 它是主角有学生吗 那个方瑜还有 如瓶算不算学生呀 可能算吧 那就是 它是重新 组建家庭的故事吗 它没有重新组建 他的决策花心吗 渣男呀 花心 它是由六一费出演的吗 没有 它是多个系列 多个版本吗 不是 它是李安导演的吗 不是 大家猜出来了 《青春与梦梦梦》 好厉害 好 我们再玩一次 太多我猜猫 刚才的《青春与梦梦梦》 我忘了唱歌了 知道怎么能行 青春与梦梦梦 多少楼台 言语装 记得当初你弄我弄 车如流水 马如老 尽管狂风 平地 没人如雨 见如红 青春与梦梦梦 世界住在你眼中 小风不完 为何从从 山山水水 几万重 一曲高歌 前行 来 青菜会 长荡起重 青春与梦梦 天也无尽地无穷 高了望 短情有度重 盘过春夏 和秋冬 盘来盘去 盘不尽 天涯何处 是贵黄 我们来 猜猫 它是四条群吗 对 它是不是可以买到它 你可以买 它是狗的一种吗 它不是狗 它是猫和动物吗 它是猫和动物 它是不是吃鱼 它吃鱼 它是不是鼻子很大 鼻子不大吧 它是鸟的一种吗 它不是鸟的一种 哎呀 猜对了 今天就玩这么多吧 如果你想玩的话 就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 然后直接搜索小程序 点击搜索天猫英灵 打开直接玩就可以了 我们本期就先到这里 下期再见